请收看 维新世界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三切梦境 永远的缺 此地众生 何不休息 各位维新圣教 义经大学 所有显示同修代表 早上一节我们讲 金刚经 共修金刚经 先是罪业 先是罪业太多太多 大午其外 细午其内 到处都随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要注意 我们现在 我们要来讲 三夕因果经 三夕因果经呢 一心忏悔 素素无名 悖一心 兄弟不合 经忏悔 兄弟弃强 就从三祖时期四五千年 当时的皇帝 先远的皇帝和神龙元帝 以石油帝 久离石油帝的战争 开始走全民的第一场战争 在着陆 就是兄弟弃强 留下来到现在 孩子不玩 兄弟 能够相互的尊重 可是最近这几年来 看到 听到很多年轻的父母不在了 兄弟就开始为财产相互告状 有的甚至拿枪打死兄弟 这个太不好了 所以老祖一直春春教诲 兄弟一定要合 本是同根生 相间合太极 所以兄弟一定能忍 救人 不要因为谁的拳头大 就伤害到另外一个兄弟 这样是很不好的 所以王臣老祖 他在倒架此行 排解这种现象的 很多很多的案例 像台北前几年 有一个富豪之家 兄弟因为父母都走了 兄弟分不平 所以有的就拿枪把兄弟杀掉了 后果怎么样呢 还是接受法律的制裁 所以兄弟 合目很重要 我们一位弟子 他的妈妈 往生龙 兄弟开始分财产 大哥 他说我不要 父母所留给我们的 我们不要 就要给弟弟 弟弟也不要 要给妹妹 姐姐 结果妹妹姐姐 也都不要 到时候要给谁呢 所以 这一位我们的弟子 以身作手 那么就将 父母的财产 留下来的 作为公有财产 以后一年实际到 他们可以布施 来给 这个社会团体 所以 他的兄弟 的合目 那么 现在四年 事业 做得非常的发达 有进展 在台中 后里 盖一个厂 竹北 工业区 也盖一个厂 大陆 上海 也盖一个 很大的厂 现在 美国 他也要 那边盖一个厂 所以 他兄弟的 和目 就产生力量 不然每天 为 父母留下来的财产 在那边告来告去 结果是不好的 又曾经 有一位 我们的信徒 他的爸爸妈妈走了 师父兄弟 和一个姐姐 就开始 告到法院 告告告 告了现在 有十几年 还没晚没了 告到最后来 财产的告光光 这是因果律 因果循环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要凭着自己努力来赚 然后留给 后代的祖孙 所以我们 在那边计较 父母留下来的财产 我们 斤斤计较 兄弟情 气强 伤感情 兄弟的意气 都没有了 所以 我提醒各位 大家 还有父母在了 你就顺着父母 父母不在了 财产 你要用 大家 欢喜心的 来 分配 这些财产 分配财产 是保有 父母 所留下来的 纪念品 这样是 最高尚的人品 所以 我们常常会遇到 兄弟 一旦有利害关系 就告到法院 法院 是全民 付薪水 请他们 来为 百姓 众生 不可 来做调节 所以 我们 一有不好 一有不如意 就告到法院 让法院的法官 疲以不命 这是非常非常 可怜的 所以老鼠 一直提醒我们 兄弟 一定要和 兄弟不和 四月 不会好到哪里去 兄弟会和 就会 就会渐渐 茁壮 渐渐成长 所以我们的法文 我们 就要注意 你们学习 易经 易经的兄弟 就好财 所以兄弟 与兄弟 相争 相争 那的好财 连连 好财 破财 连连 这个要注意 所以希望 各位同修 我们 既然进入中文 来学习 易经 兄弟 的情 我们 一定要保持 兄弟情 否则的话 我们是 大不孝 大不孝 曾经 我们有一位 信徒 在台中市 他家里 婚友前 父母走了 就告到 法院 兄弟 要分财产 就 大哥 告 小弟 小弟 告大哥 这样 告来告去 告到最后来 详细 查他的爸爸 留下来的 资产 有多少 还不够 他们 相互 来告来告去 的 律师会 后来 律师会 开来 兄弟 没有钱 给了 才发现 他爸爸 知道 儿子 会告来告去 所以 他把钱 都花光光 有的 捐到 公益 四月 去了 留给 孩子 就是 棺木的钱 他爸爸 还没 往生以前 住在台中 西区 他爸爸 跟儿子说 我留给你们 的钱财 只有 一户棺材的钱 而已 一户棺材的钱 你们不要 在那边 相告 儿子不相信 等到告到 爸爸留下来的钱 不够 花律师会 才 恍然大悟 大哥 和 小弟 大哥说 某某啊 小弟啊 我看 我们不要告了 爸爸 没有留钱 下来 都花光光了 都拿去布施了 两个兄弟 才恍然大悟啊 所以求和解 就到 宣伯寺来 求老祖 做公亲 这个都是社会的怪现象 人的尊严 太没有尊严了啦 所以 希望各位同修 你们来学艺经 在世间上 就是要做众生 公亲 要做菩萨 这个心境 来为众生 排忧戒烂 这样来 你们也好 受惠也好 家家夫妇都好 这样呢 就会 事业有所进展 所以我们 维新圣教 艺经大学 就是太 太 那个 困难做人了 但是 还是要做人嘛 我们袁医校长 他的爸爸 妈妈 走了 兄弟 高高兴兴的 该给的 就分给大家 这样就没有一个争执 不要伤感情 爸爸妈妈走了 兄弟姐妹 还是要团聚 团聚了 没有话说 一个一个年 这是很可怜的 很可怜 很可怜 所以我们今天 既然进入 中文来 学修 《易经》 各位 尽量 一定要放欢 给人家批 一时 你一世人 你就很好贵 所以 《三世英国经》说 这一生 没有义气的心 那是什么样 就是被 有威华的金钱 所戏弄 我们还不晓得 钱是有用 钱的尊贵 没有用 你放在那边 他也不会跟你吵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要记住 要记住 今天 我们在 仙国寺 千罗禅堂 来宣誓 今日中文的宣誓 天机妙善 判人间善恶 与获福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来学《易经》 就是学天机 知天机 善恶与祸福 般若智慧 掌握自心解脱 我们的妙智圣 般若智慧 我们掌握自心解脱 自己心解脱 我们看不过去 你心就先束缚绑掉 若是心事不正 违背天意 一切因果厚福 愿意承担 所以各位来学《易经》 是掌握自心的生死解脱 生起信心 死掉烦恼 这才是真正的生死 生起信心 死掉烦恼 这是老鼠传授给我们的真实意 所以我们今天来学《易经》 要生起信心 要生起信心 要死掉烦恼 才能解脱 人生最怕是有烦恼 烦恼就像一块黑布 我们的心就像钻石会发亮 你拿一块布 把自己心灵盖住了 那你永远永远是走在黑暗里面 真的可怜 所以我们今天要各位来宣誓 你们宣誓我们 老老记住 说你们是幸福光明的人 光明的菩萨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大家要理解 今日学习《易经》的正法 的原因 我们有始有终 勇猛精进 我们要有始有终 勇猛精进 你们在这里 现在进来是第一人 忠心贤士 我们还有孝心贤士 忠孝仁爱 心意和平 平心贤士 我们园医校长 和教务处 园贤处长 还有园记法师 大家都是从一年级 开始认真的修行 到现在都是平心贤士 平心贤士以后 在十二年 就是圣心贤士 在十二年 就是佛心贤士 希望各位同修 能够拿到佛心贤士 那就是有 这一生就不会白走了 所以有的同修 同学不能说 说书啊书怎么要读这么久呢 我告诉你 读这二十数年 老祖的心贤 只没摸到一半 还没有摸到老祖心贤的精髓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不要怕 学越久 越有福气 越久越长得欲修了 听不懂 有 老祖 老祖常常提醒我 我们来修道 是为天下太平而修 天下太平而修 这个圣法 一经风水和宗教 现在一经风水宗教 能够在台湾弘扬 在地球上弘扬 这都是上天 还给我们的 是给我们的机会 你们学越久 一个礼拜 只有一天的时间 到正式一班 两个礼拜 一个学习的一天 这个都是给我们 很大的 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们同修 原来 他就读读读 忠孝人爱 爱心 接下来也就是这样 干脆就不读 不读啊 你只有母孩子的事情 有家庭的事情 有孙教的事情 会十三 跳到会十三 精疲力尽 这都等来说 疏忽 我来开始 过上课 过学学好不好 我都可以啊 我能不能 恢复原来的戒别 我说你现在 要上课 你就要降级 降两个棋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 大家好自为之 天运 是掌握在自己的 手上 掌握在自己的脚立足点 所以鬼谷前师 王三老祖 是我们的教族 佛教的教族 就是释迦牟尼佛 道教的教族 就是太上道族 现在世界新宗教 台湾唯新圣教的教族 就是王三老祖 我只是尊天法旨 来创设 这个维新圣教 让社会 未来的人生 能够充满的伐喜 所以我们今天 有缘 来这里齐聚一堂 这是百千万劫 今重现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能够好自为之 你有事情 可以请假 但是不要随便退道 这个是我们大家 共同所应遵守的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你们记住 学越久 越长寿 越厚 越久 越长寿 这是我们维新圣教 玉京大学的强调 老祖 春春教委 太多太多的 叮零 希望各位同修 不要辜负 老祖的亚裔 不要辜负 我的心意 不要辜负 你们导师 校长 处长 的亚裔 所以大家都要拿出 正心正念 来学 风水学 医经 就是知音和诸国 你要做事 医经 一定要先站出来 你就可以好坏 寥寥昏明 风水 你住的环境 好不好 不好了 那四月 就会很干控 那就滑不来 宗教 当你疫经 风水 和察觉 找不出 那个解决的方法 那我们还有一个法文 宗教学 大家能够 依照宗教的药灵 我们一起来共修 所以祝福各位 你们今天进入 疫经大学了 你们的福气满满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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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